我们今天要测试的是美国基金经理 著名的逆世交易者Toby Kripper的NR4交易策略 这个策略究竟是垃圾还是说有它的价值 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主要从论坛书籍名人访谈中找到一些交易策略 将策略的具体实现写进代码中 将其运行在足够长的历史行举中 去验证他们的盈利能力 找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最终为我们所用 并且我会将整个过程分享出来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NR4策略 逻辑非常简单 这里是一篇关于策略的介绍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地址看一下 这个策略没有使用到任何的指标 只是单纯的由四根K线组成的一种K线结构 是一种用来描述市场节奏逐步收敛的一种结构 我们详细说一下具体的细节 首先第一点 K4与K3是运线形态 是一种运线的组合 也就是说K4的高点 要比K3的高点低 K4的低点要比K3的低点要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K4的区间正幅 一定是这四根K线中最小的 也就是说K4的正幅要分别小于K1K2K3 那么在满足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要求时 我们就可以采取挂单的形式去做突破 去做突破单 我们在K4的最高点挂突破买单 在K4的最低点挂突破卖单 而相应的止损呢 就可以放在它的 K4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我个人认为 你即便放在整个NR4这四根K线 所组成的结构中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作为止损也是合理的 不过这个要你们自己去测试 因为我们今天演示的止损不太一样 无论是做多和做空 我们都是在触发了出场条件时作为止损 那么什么是出场条件呢 也很简单 就是出现另一个NR4形态时就止损 也就是当市场节奏重新走向收敛时止损 我们后面会举例说明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是以挂单的形式做单的 如果满足条件之后 我们在新的一根K线上挂突破单 当新的这一根K线走完时 既没有向上突破 也没有向下突破 也就是新的K线的价格就在这个区间中走的 那么我们就撤销这两个突破单 就是放弃了这个交易信号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策略 当然不是说简单就没有价值 在交易领域 我觉得恰恰相反 越简单越有效 越简单 它的适应能力越强 对于手操的朋友们 越简单也意味着你越容易能够执行下去 很多时候 我们的交易策略不是不能够盈利 而是你坚持不到盈利的时候 这个策略的基本原理就是捕捉市场 从收敛到发散的过程 我们捕捉的 我们捕捉的是市场收敛的结构 赚的是市场发散的这一段行情 也就是从收敛到发散的这一段行情 好 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 这根K线中所有的蓝点 都代表着前面四根K线 已经形成了NR4形态 这是我自己写的一个交易策略 也就是写的一个工具 我标记的这所有的蓝点 也是为了帮助我观察这个形态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做空的例子 这四根K线 首先看第一根K线 很明显是这四根K线中正幅最小的 我们再看第一根与第二根K 是不是形成了一种运线的关系 高低点就可以比较出来 很明显的是一种运线的结构 满足这两点条件之后 我们在新的一根K线上 也就是这一根K 去挂卖单的突破单和买单的突破单 就是在这一根K去挂单 而挂的点位 首先那肯定就是第一根的最低点 和它的最高点 以此为突破的价位 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的这一根K 里面的价格是突破了卖单的 那么这一笔空单就做进去了 其实它前面的这一根K就已经是满足了NR4形态了 我可以看到 所以蓝点就意味着它前面四根是满足的 也就是这四根已经是满足了NR4形态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空单是在这根 而不是在这根 是因为它这一根的价格没有向上突破 也没有向下突破 它就处于这一根K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运动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交易机会 而在下一根形成NR4结构之后 我们再重新做突破单 我们再看一下这笔空单是什么时候出厂的 也就是这就要说到我们的止损了 因为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没有 没有这个具体的点位止损的 我们的出厂 满足出厂条件就是它的止损 而什么时候出厂呢 就是这里再次出现NR4形态 之后并且向上突破买单成交时 我们的这一笔空单也随之出厂 好我们再看一个做多单的例子 条件还是不变的 K1呢是这四根K线中振幅最小的 K1和K2形成了运线关系 这里向上突破 所以做成了多单 这笔多单的止损条件 依然是我们的出厂条件 也就是下一个成交的NR4形态形成 好 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基本步骤 不复杂 因为没有用到任何的指标 那么我们就把它写进代码里面 然后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最近这五年 也就是从18年到现在 这个策略的绩效表现 让我们开始吧 经过一段小小的工作之后 我们这个策略终于是写完了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策略的盈利能力 交易品种呢 我们就选欧美 这个日期呢 回测最近五年 也就是从2018年到最近 这五年时间 然后我们的交易的手续费 手续费 花点 佣金 过业费 这些东西啊我们都是已经计算进去的 并且都不低啊 这一卖一卖一卖三点五差不多一手的话 就是七美金 不低了 然后这个模式的话 我们就选仅使用开架 它里面有这个每次报价 每个点击14.1分钟的 还有这个能及自动生成的这种 我们这里使用仅仅使用开架的模式 这个后续我会专门出视频着重讲一下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后续的真实行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选这个模式需要我们在我们的程序中加一段代码与之匹配才可以 这里我们就先选这个 入金是本金差不多是一万杠杆就是开的五百倍杠杆 这里的优化我们选择禁用 不使用优化 先不使用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个策略在不优化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达到你的预期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去化石和添足的去优化了 因为优化可能会有overfitting的风险也就是过度拟合的风险 不过这个要从多方面考虑啊 它是多方面造成的不仅仅是优不优化的问题 我们这里先不优化后面会演示优化之后的绩效吧 这个策略没有使用到任何的指标 所以它的参数很少 第一个呢就是时间周期 我们这里先使用四小时 当然你使用三十分钟一小时四小时日先都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先使用四小时看一下 第二个参数narrow range count 原始策略不是说是由四根K线组成的吗 然后第一根跟第二根是运线形态 我个人认为也不一定完全要是四根 也有可能是三根五根七根十根 这个变数啊就给了我们可优化的空间 我们这里先不优化 先使用默认的四 第三个参数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使用了多少手数 我们这里就是使用的一标准手 好点击开始 大体看一下这个权益取卷图还行啊 很明显是一个正收益的交易系统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绩效表现的具体属性啊 对于这个总净盈利啊 也就是说总共赚了多少钱 我个人其实是不怎么看这个属性的 因为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 只看总盈利有点过于片面 那么如果说我使用了更大的手数 我比如说我今天不使用一标准手 我使用十标准手 那我这里就是就是三十五万了 三十五万的总净盈利了 所以说你只考虑赚多少钱 不考虑多少的风险啊 是片面的 而我个人来说 我平时看到比较多的是这个采收率 这个采收率 因为他在考虑了收益的同时 也考虑了风险 他其实有一点盈亏比的意思 我举个例子啊 针对这个2.06的采收率来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冒的100块钱的风险 那么针对这个2.06的采收率 我们理论上来说 100的风险就可以换206的收益 所以很明显啊 这个采收率是越高越好 越高 它意味着我们用了更少的本金 换来了更多的收益 然后是这个 交易总计啊 也就是总共做了多少笔交易 我觉得510笔交易还行 它具备一定的统计价值 如果说这个交易总计 也就是交易比数太少啊 比如说它如果 它就是小于100笔了 那么它的总盈利啊 或者说它的采收率再高 我也不会考虑 因为 我觉得如果说少于了100笔的交易总计 其实平时我会看的更多 它即便是少于200笔 我也不会再去考虑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结果啊 在如此少的样本量之下 它并不具备总计价值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胜率啊 54.9%并不高 平均获利是583% 平均亏损是546 胜率大于了50% 并且平均获利大于了平均亏损 这个就是这个策略能够盈利的原因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大结余亏损 52% 也就是说这个策略在这五年中 从它的最高点 比如说这是迹象全域曲线 从它的最高点 到它的最大回撤 是52.8% 也就是说 这个策略的最大回撤 差不多在53%左右 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挺高了 回撤太大了 如果真的要使用这个策略的话 我可能会缩小手数啊 比如说从现在的一标准手 缩小到0.5手啊 再看一下 这个每周损益 明显可以看出啊 这个星期四 技巧最好 星期一技巧最长 如果我们要添加一个 呃 星期过滤器的话 这个技巧表现会更好 总体来说 这个策略策略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毕竟这是在 没有任何优化的情况下 取得的成绩的 好 现在我们简单给它 做一个优化 因为我刚才简单 已经测试了一下 我们把这个 Narrow Range Count 从这个4 把它改为3 区域的都保持不变 改为3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第一根K跟第二根K 依然还是运行关系 然后第一根K是 最近这三根K中 区间政府最小的 之前不是四根嘛 现在变成了三根 也就叫它NR3策略 也比较符合 局的参数都不变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NR3的绩效表现 与刚才NR4的绩效表现 差距就很明显了 这个权益曲线 要平滑了不少 我们具体看一下 它的属性 首先是它的 产收率 刚才12 现在变到了3.7 提升很大 然后是这个 交易总计 也就是它的交易数量 它的胜率 平均的盈亏 都与刚才的差不多 主要是这个 最大节育亏损 从刚才的53% 差不多53% 到现在的19% 进步很大 像19%的最大节育亏损 就是我能接受的 并且 它这个权益曲线 看起来很不错 我个人是会考虑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个绩效表现 很好 当然它可以更好 我相信如果再加上一些 比如说 时间过滤器 心机过滤器 趋势过滤器 正不过滤器 等等 它的绩效表现会更好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 一个交易策略 它越简单 越有效 越简单 它的适应性就越强 它过渡拟货的概率 就越低 越能真实反映在我们后续的 实操 实盘 的环境中 对于这个交易策略呢 我建议大家自己 手操 试一下 操作起来 并不复杂 很简单 我个人还是会更进一步 测试一下这个交易策略 我会考虑把它加入到 我的实盘中 你们可以把它拿到 你们自己做的交易品种上 时间周期上都去试一试 如果大家需要我视频演示中的 这个小工具的话 可以添加屏幕右下角 或者评论置顶区我的微信 我会免费分享给大家 不过因为一些法律风险 我会剔除掉里面的交易功能 再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 自己动手亲自去回测一下 这样收获会更多 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工具 策略和工具 这些都是表象的东西 赚不赚钱 还得靠你的思考 你的思想 你的实践 好 总体下来 我觉得这个交易策略 逻辑很简单 用起来也很简单 我个人会考虑在实盘中 运行这个策略的 您觉得呢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希望您能留下一个赞 如果您有想测试的策略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或者直接私信我 我会写代码来测试 总而言之 祝您交易愉快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b论下来